尊敬的沙海林会长 江江副会长 尊敬的何乐静总领事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支持上海市举办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 我仅致以热烈的祝贺 50年前的乒乓外交 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它创造性地为隔绝数十年的两国人民开辟了独特的交往方式 向两国和世界发出了中美改善关系的信号 由此揭开了尼康松总统访华 直至中美建交 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序幕 回顾往昔 我们要向中美老一辈领导人的 非凡战略远见和高超外交艺术致敬 也要向所有参与这段历史的人们 表达由衷的感谢 人们用小球转动大球 形容中美平方外交 的确 这件事超越了体育交流 对塑造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 产生了深远影响 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第一 中美可以也必须跨越分歧 寻求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 五十年前 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同 远超现战 但双方 从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 和共同期盼出发 尊重彼此差异 开启合作进程 用事实证明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大国 完全能够和平共处 互利合作 正如尼克松总统 1972年访华时表示 尽管存在分歧 我们还是能够找到 共同的立场 来建立一个 双方都可以 在各自道路上 按照各自的方式 去安全发展的 世界国家 今天 中美关系 正面临 何去何从的 关键选择 双方更因继承和发扬 乒乓外交所承载的 相互尊重 求从存益精神 以习近平主席 和拜登总统通话精神 为指引 牢牢把握 两国关系正确方向 客观看待 彼此占个意图 使合作成为中美 共同的选项 确保两国关系 行为致远 第二 中美两国都肩负着 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 共同责任 乒乓外交 转动了大球 中美关系 正常化 超越双边范畴 深刻改变 亚太乃至全球战略格局 推动全球化 向众生发展 为两国和世界人民 带来了巨大福祉 正如习近平主席 与拜登总统通话时指出 中美合作 可以办成许多 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中美对抗 对两国和世界 肯定是一场灾难 当前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 交织叠加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层出不穷 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中美可以合作 应该合作的领域 不是减少了 而是增多了 推动大球转动的原动力 不是减弱了 而是更强了 两国要加强 在应对疫情 气候变化 经济复苏等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推动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平衡 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三 人文交流 始终是中美关系的 动力源和润滑剂 长期以来 两国人员往来不断 在体育 教育 科技 文化等领域 交流合作频繁 平方球运动 也在美国 越来越受欢迎 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 象征之一 遗憾的是 美方一些人 执迷意识形态偏见 和零和思维 不断给两国人文交流 设限 这不符合 两国人民的愿望 和共同利益 希望美方 尽快搬掉 阻碍两国人文交流的 绊脚石 恢复 双方人文领域 正常交流合作 鼓励更多人参与到 中美友好事业中来 与中方共同厚职 两国友谊与合作的基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周年 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 和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开启之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始终是我们 不懈奋斗的目标 同胞过美国人民 在内的各国人民 携手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我们不变的向往 中方愿图美方秉持 尊重 友好 共赢的 乒乓竞技精神 在互利合作 与良性竞争中 相互促进 彼此成就 众春渐暖 四处花开 华盛顿的樱花 已经盛开 上海的白玉兰 也早早绽放 多年来 上海一直走在 中美地方 和民间交往前列 五十年前访华的 美国乒乓球队 曾在上海 同中国队 举行友谊赛 当时中国队中 就有不少 上海籍球员 这里还见证了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 我要再次感谢 上海市有关方面 为举办 此次纪念活动 所做的出色努力 希望上海 继续为推进 中美人文 和地方交流 增进 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 预祝上海纪念 中美平方外交 五十周年 系列活动 圆满成功 谢谢 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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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